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5月17号的台股最前线 今天的一个台北股市 在昨天美国股市表现 不是这么理想的状况之下 反而出现了一个意外的大涨 最终是上涨了155点 来到了16,056点的位置 是重新回到16,000点的整数关卡之上 那当然今天的一个行情之所以 能够逆势向上去做突围 很简单的一个概念 这个应该叫做一个人的武林 就是台积电 今天的一个股价是涨了10块钱 也就是说光台积电的一档个股的走势 大概就把大盘带了80点到90点的一个空间 因此今天的一个上涨 大概有超过一半以上 都是由台积电来做一个供应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当然盘面当中有强势的个股 有弱势的个股 但更重要的是在于整体的一个盘面 量能还是属于一个相对比较低迷的状况 整体只有2067亿 因此连续三天的反弹 基本上量能都没有出现一个比较有效的扩增 这个是现阶段我觉得对于投资朋友来讲 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风险的一个地方 事实上今天有一个梗图我就不po出来了 但是某种程度上面而已 我觉得这几天的一个行情 像那个梗图他所谈到的就是韭菜躺平 其实不好割啦 要把它浮起来一点之后 才会比较好去做收割 简单来说 现在的一个行情有一点在诱多 或者说是这种所谓的 让一般的散户投资朋友跳进去之后 开始去做出货的一个现象 那为什么会这样讲的一个原因 是在于最主要 之所以会一直特别强调量能的这个角度 很简单的一个概念 因为事实上如果说 你在低量的一个环境之下 大概对于行情来讲 会有三个比较重要的影响 第一个是在于个股的行情 不太容易延续 也就是说每天可能会有一波新的主流 比如举个例子来讲 今天当然市场关注的重点 可能都摆在这个所谓太阳能个股上面 又谈到了这个美国在调查 然后有转单的一个效应 好但是大家还记不记得昨天 在整个盘面当中 绿能概念股是由谁来做表态 是由这个风力发电来做表态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你看昨天最强的上尾投扣 今天股价开高之后 股价就出现了一些比较震荡的一个走势 因此简单来说 就是盘面的量能 因为不是特别够的关系 所以它没有办法平均分配在每一个产业上面 换句话说 今天的一个行情有个股要去做表态的话 基本上就会抽出过去两天表现比较强的个股 它的一个资金抽出来之后 去填补那一些今天转强的这样的一个讯息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个股的行情不太容易延续 也就是可能会出现一天一个主流 这样子的一个发展 这是第一个重点 那第二个重点则是买盘不扎实 它比较容易出现比较大幅度的震荡 简单来说 今天之所以可以大幅度往上去做拉抬 很简单的一个概念 它一样它不是来自于买盘非常强劲 而是来自于这个卖压 在这个时间点当中 因为跟成本差距的一个太大 所以整体来讲 不急着在这个地方去做一些调节 所以股票很容易的可以向上去做一个拉抬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因为它的买盘并不是特别扎实 也就是它不是一个比较大的成交量 你看到现在的一个量能 可能还要扣掉一部分的一个当冲 换句话说真正有留下来看好这个股价 会留一个比较 走一个比较小波段的一个走势的买盘 并不是特别扎实 这种不是扎实的一个买盘 它就很容易会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盘中如果说什么风吹草动的话 很容易就会让这个所谓的股价 开始再做出一些比较大幅度的修正 因此今天你看到股价大涨 或许有一些个股看起来 其实表现非常强势 但要注意如果说它整个攻击的过程当中 量能没有办法延续 而且整体的股价的走势 出现动所谓反反复复大涨大跌的一个走势 这个其实某种程度上面 它也是一种所谓出货 这样的一个现象 那第三个才是我觉得 这个投资朋友要特别注意的一个概念 如果它打的地基 它打的那个地基不够稳固的话 简单来讲就是你的量能不够大的话 基本上那个房子很容易遇到一些所谓的震荡的时候 就容易垮掉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如果是一个长期低量的一个环境 毕竟现在的一个行情 它还是在一个所谓历史绝对高档的一个区域 所以我会觉得说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如果是一个长期低量 它反而在这一波的反弹走势结束之后 会再出现一波比较明显向下灌压的一个走势 所以投资朋友这个地方要注意的一个概念 是在于说原则上之前我们也跟大家谈过 如果说以现在的一个状况来看 过去的一个反弹都是来到原本的前波低点来看 今天的一个收盘已经来到了16,056点 换句话说如果说以这个概念来做延续的话 它往上攻击的一个空间 大概也就剩下150点左右的一个行情 所以整体来讲如果说没有出现 出现一个比较明确的补量 或者是说没有经过一段时间的一个横盘震荡整理 这个指数谈的越高 投资朋友反而应该要更留意 这个行情所造成的一个风险 因此我们这个时间点当中要提醒各位 当然最近期大概盘面当中都会跟你讲说 这个时候抢反弹要抢什么样的一个个股 但是我们还是要关心一下 就是基本上这个过去叫你买传胆股 叫你买航运类股的 这个时候可能都在讲 所谓的电子类股的一个强谈 但是你要思考的一个重点是在于说 这一些个股 你的老师有没有带你去做一个出场的动作 如果没有做这样的一个行为 那基本上你个股套在这个所谓相对高档 没有去做处理 根本就没有资金可以在相对低档 去做一个抄底的一个动作 所以我还特别提醒大家 基本上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原则上如果在接近16,200点的状况之下 你应该要站在卖方的调节 我觉得会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方式 那尤其是什么 尤其是在于最近期有一些法人开始停损的一个股票 这个投资朋友就要更留意这个股价快速回挡的一个风险 当然大家看到这个位置可能会觉得比较陌生 因为过去大概大家都会跟着法人去做操作 或者说是都会从这个法人的买超 来挑这些所谓的后续有机会的一个个股 相信应该很少人跟大家谈到那个法人其实也会有停损 这样的一个现象发生 不过从最近期盘面当中比较弱势的一个个股来看 的确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那如果说法人一旦开始出现停损的状况之下 这个股价很容易会出现所谓补跌的一个走势 我想这个反而是投资朋友现阶段 可能要比较留意风险的一个所在 我举个例子来讲 例如说在过去这两天 当然盘面最弱势的一个族群都是以 以运输类股为主 今天又跌了1.9% 你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是过去这几天连续性的反弹 所有的股票都谈了 但是这个族群它却没有跟上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刚刚所谈到的 现阶段法人在做停损的一个动作 例如说像什么呢 例如说像是2603的一个昌融 好那你就股价的一个角度 当然昨天是创下最近12个交易日以来的一个新低 那今天急骗大盘涨了155点 你可以看到就收盘价的一个角度来看 它是最近这一个月收盘价的低点 是来到135块半 应该这样子讲就是说之所以特别强调收盘价的一个原因 就在于说很简单的一个概念 你股价不论怎么样去做波动 你最终都是以收盘价来计算你现在持股上面的一个损益 那换句话说它的股价是创下一个月的收盘低点的话 代表你现在如果说你之前持有这个所谓的航运类股的话 这个时候的不论说是获利的缩小或者是亏损的扩大 来到这个时间点当中它都会是最近一个月最差的一个时间点 对不对 好那出现这样的一个现象就如同我们刚刚所谈到的 基本上现在开始有一些这个所谓停损 尤其是法人停损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例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这一段时间里面 外资一共是买超了8.4万张对不对 成本是在145块半 那过去我告诉过各位原则上 当你现在的价格在所谓的一个法人成本之下的时候 会有两种状况 一个对于法人来讲 他如果没有要去做停损动作 那当然就要去做拉解套 做解套波的一个拉抬 那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他们认错去把股票砍掉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 最近期的一个走势很明显的 是有一点这种所谓认错 然后开始砍股票的一个动作 因为如果说你从今天的一个收盘价的一个角度来看 135块半基本上它是低于之前的这个所谓外资的一个成本 是145.5 那虽然说差10块钱的空间感觉好像没有差别特别大 但是过去这两天它都是盘面当中最弱势的一个族群之一 那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昨天外资是站在卖超 今天是进一步再去做一个调节 大概也是超过1万张左右的一个水准 所以你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连续两天外资其实都是开始在做 所谓上持股上面的一个停损 当然你可以讲说他们长期持有 可能成本并不是像大家想的这么高 但问如何过去这一段时间当中进场的 基本上它的一个价位其实就都在这样的一个区间 那当你回到了一个相对比较偏低的一个位置水准的时候 这个是不是代表说你过去这一段时间里面买进的筹码 基本上都是呈现了一个比较套牢这样的一个现象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 搭配上说现阶段的季线扣底在这个位阶 那下个礼拜开始会逐步的向上去做一个垫高 换句话说如果你没有办法去占回到季线以上 那季线开始下弯的时候 它就会形成一个盖头反压 这样子的一个股价的一个走势 因此这个是现阶段我觉得大家对于航运类股 当然之前航运类股很热的时候 大家都叫你去做航运股 那这个时候电子类股在做反弹 已经没有人去管理航运类股的时候 现在我是来说要提醒各位 就是基本上你怎么样去做操作 你要不要去做避险的空单 这个我们就提供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 但是你要知道的是说 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如果说后续当这个外资开始加入到 停损的一个行列的时候 这个股价的修正走势 它其实会做一个比较明显的加速 因此反而过去这几天 当然行情反弹它没有跟上 但后续如果说有往上去做弹升 但没有办法去站上季线以上的话 我们会建议投资朋友 你应该要站在一个比较调节的一个方向 好那除了这个部分之外呢 当然货柜三雄是一提的 那昨天我们也跟大家特别谈到就是 原则上阳明的情形跟长荣差不多 但是其中表现最弱的反而是2615的一个万海 因此万海昨天的股价是创下 最近9个交易月收盘价的一个最低点 那今天则是来到5月份最低收盘价的一个位置 换句话说你5月份基本上怎么买 大概股价现阶段都是呈现套牢 那实际上以这个所谓法人的一个动作来看 一样现阶段有一点在停损持股的一个动作 因为如果说以最近期的持股低点 应该是在4月中旬 一路买到这个上个礼拜为止 外资一共是买了1.44万张的一个张数 成本是在154.8 以今天的价格143这个其实是不是也代表就是现阶段 当时在追价在那个价位的一个外资 它其实也呈现套牢 那昨天卖超事实上今天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外资其实针对万海的一个股价 它也是站在了一个比较调节的一个方向 因此我们刚刚所谈到的 为什么这个航运类股的走势会这么弱 事实上你从整体法人的一个筹码 我相信其实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那这个部分其实也给大家一些概念 就是说我相信大家对于法人的操作 基本上应该这样子讲 不是说法人一定比较厉害或怎么样 但是我相信大家对于法人的胜率 或者说是法人的看法 基本上他们这个对的几率相对来讲是比较高 那如果说他们都会选择这样子的一个动作的时候 我觉得有两个重点 大家可能要稍微去把它 这个观念上面其实要稍微去把它厘清 第一个就是法人其实也会做停损 那为什么投资朋友 你面对套牢的持股的时候 你不愿意去做持股上面的一个调整 那第二个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当他们开始去做反向的时候 那基本上你就要特别留意 这一类的个股它的股价 在后续的一个行情 可能会出现比较大幅度的回答 因此我想航运类股 当然这个时候你要跟我说就平价的角度 或者说就股息值率的角度 没有错啦 现阶段的一个股价的确是偏低 但无论如何 我觉得这个可以等到这个股价正式落底之后 你要去做抄底的 或者是底部打出来之后 它才会开始慢慢所谓反映低本益比 或者是高股息值率率这样的概念 现阶段的行情 我觉得不需要先在这个地方去做卡位 因为你的资金可能会套一段时间 而且会面临到比较大的一个风险 因此我们是建议投资朋友 类似这样的一个法人停损的个股 这个时候应该要比较积极的 去做持股上面的一个调整 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如果说你不知道怎么样去调整 你手上的个股 当然我相信大家不只是长荣跟万海 相信大家手上还有各式各样 不同样的个股目前前面套的状况 到底有没有出现这样的现象 或者说你该怎么做调整 如果说你不知道的 想要夏老师给你一些协助的 我们都欢迎大家 可以透过广告当中的电话 跟我们的服务人员做联系 那第二阶段节目回来 我们会再告诉各位 除了货柜类股之外 还有什么样的族群 他也符合了这种所谓法人庭孙库 后续可能造成的一个风险 我们先进广告休息一下 回来之后马上帮各位做解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东斗铺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待进一定带出 精选持股 持股其中 保证 待进一定带出 成东斗铺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戒获利 无往不利 成东斗铺 值得托付 027525868 27525868 欢迎回到我们的一个节目现场 实际上今天晚上应该说是明天的一个凌晨 这个美国联准会主席鲍尔 还要发表对于这个 所谓的一个利率相关政策的一个谈话 因此这个都还是现阶段国际股市 可能会面临到比较大波动的一个原因 因为你也不知道他讲什么 然后市场的一个反应会如何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觉得比较好的方式 还是把风险掌控在自己的手上 该调整持股的时候 其实要适时的去做调整持股 不要只看到事情的一面 因为最近其实大家都在谈 所谓的一个跌升反弹的走势 但说真的 如果你在之前 你没有去做调整持股的动作 这个时候其实你根本没有资金 去做所谓强反弹 甚至IC设计类股当中 其实有很多是以高价类股 在做一个谈升 基本上这个也不是一般投资朋友 可以去做操作的 所以有时候台积电的上涨 或者说是高价的 高价股的一个往上去做走高 他会让大家觉得有一种 现在的行情表现好像还不错 但整体来说 行情其实并没有因为 这几天的反弹出现转强 这个可能是投资朋友 在后续的操作过程当中 要比较注意风险的一个地方 好因此回过头来 我们刚刚跟大家所谈到的是 现阶段法人有在做一些 停损持股动作的一个个股 那当然货柜类股 它是一个非常指标性的一个意义 但除了货柜类股之外 另外符合这样子的一个格局的 也包括了航空类股的表现 那航空类股当然昨天股价有 小幅度向上去做拉抬 但是今天是呈现开高之后 然后向下去做一个震荡走低 今天是跌破季线的第四天 那原则上如果说以现在的格局来看 一样的概念 我们刚刚讲的是外资停损 那对于长荣行来讲 它做的是投信的一个停损 因为以现在的一个格局来看的话 过去这五天 其实投信都是站在了一个卖超的方向 那一共卖了3.5万张 那成本大概是32.17元 所以我昨天我特别跟大家谈到 昨天的收盘价其实跟投信开始砍股票的成本 事实上是非常接近的 那虽然说会有MSCI记录调整的买盘 但是我们讲过基本上只有月底 就是5月30号那一个是被动式的买盘 然后其他的都是认为说有机会推上去 然后去做强短的那种主动式的一个买盘 那这个东西差别在哪里 差别在于说主动式的买盘 他没有被迫一定要买 所以当他发现行情不对 或者说是好像股价没有这么强的时候 他们做的比较短 就会反向去站在调节 所以昨天的外资是买超没有错 但今天的外资又再度转为卖超 但问如何 现阶段我们看到的一个投信 他是比较明显 去做一些持股上面的一个停损 因为当时你买在这个位阶 买在这个位阶 那这个时候跌破的状况之下 这个时候砍出来 代表你这里买进了其实都成见套牢 对不对 那如果开始做停损 你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 整个波段的低点不能够做跌破 如果跌破的话 新一波的停损卖压出来 基本上这个就要多杀多 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没有人会跟你谈到 所谓风险这一块 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该告诉各位的 还是要告诉大家 就是说现阶段的一个行情 有一些个股 他现阶段其实有面临到 比较大的筹码面的一个风险 那除了长龙行跟华行 事实上今天华行 外资其实也是站在了一个 卖超的一个方向 除了这两档个股之外 另外包括了1605的华行 当然这个其实也是 纳入到MSCI成分股的一档个股 那今天是连续7天 收在这个季线以下 对讲到这个东西 我顺带讲一下 刚刚没有谈到 基本上你现在的长龙行 因为它的扣底的关系 从现在这个位阶到下个礼拜 它会沿路往上扣 那沿路往上扣代表什么 代表你的均线会开始呈现下弯 如果你没有办法去站回去的话 所以这个是你要稍微观察一下 它几天没站回季线 它比较重要的一个意义 所以回过头来 华行它是连续7天收在季线以下 以目前的一个角度来看 你看这个其实也是很明显的 投信在做停损 对不对 这一波往上去做拉抬 因为当时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这里大概是5000多张 然后买上去之后买到4万多张 但是整体来讲买上去之后 它的成本落在什么样的价位 它的成本落的价格 大概平均是在43块钱左右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 股价经过了震荡整理的走势 然后这个时候开始砍出来 你看原本买了3.4万张 那这个时候砍出2.5万张 也就是说它的持股剩下9000多张 当然你可以用一个角度在想 就是9000多张的股票 其实好像感觉那个卖压 也在就在一两天会反应结束 但是你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是 买的价格在这里 砍的价格在这里 所以他们在做的事情也是 有点在做停损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的时候 你去思考一个问题 如果说后续的股价 还能够呈现向上的大涨 为什么要急着在这个地方 去做停损动作 当然就是某种程度上面而言 认为这个股价 回到这个位阶以下 它其实都还不是整个波段的低点 所以如果说你就 季线的角度来看 当然现阶段是相对的低档 可能短时间之内 不会快速去做翻扬 这个所谓的下弯的一个动作 但月线它开始会慢慢成为盖头反压 这个你从月线的角度来看的话 大概可以看出来扣底 大概会慢慢的往上扣 那月线就会开始呈现一个下弯 这样的一个情形 所以整体来讲 我们刚刚跟大家所谈到的 就是现阶段的盘面 当然连续性反弹 我相信大家其实都有那种 就是持股的套牢的情形 有开始有做一些比较明显的趋缓 但是这个东西不是让你继续凹单 就是看能不能凹到你的成本 或者是小赚之后再去做出场 有一些个股在反弹的过程当中 该调整的还是该做调整 所以我们对于这个行情 我们刚刚谈到原则上 月靠近16219 这个前波低点的一个位置 你就更应该要站在这个 所谓持股上面调整的那个方向 那当然每一档个股的看法 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不同 但对于投资票来讲 这个时候能把资金抽出来 持盈保泰 那等待下一波的一个买点切入的机会 我觉得这个会是比较好的一个操作策略 那如果说投资朋友 你不知道怎么样去调整你手上的持股 或者是说你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做操作的 我们都欢迎大家可以透过广告当中的电话 跟我们的服务人员做联系 那以上就是今天5月17号的台股最前线 谢明哲老师声明书 市场上有诈骗集团 盗用谢明哲老师的照片及简介 成立Lite群组 推荐非本人操作至股票 及收取不当之费用 谢明哲老师在此慎重声明 本LiteID为 atmoney27525868 ParegonID为 明哲888Y 无其他群组 请投资人切勿受骗上当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